請理部長 委員好 今天我們討論是 今天我們討論是 私立法 剛剛也聽了很多的 討論 那我在想您的版本 明天會提出來 明天出內政部 明天會出內政部 但是有些 學界 或者是社運界 多多少少對內政部的版本 有點了解 我們事實上跟很多委員都溝通過了 你剛剛提的 就你的話來請教你 你說會比 今天我們在討論的版本 更嚴格的部分 你剛剛提了好幾次 嚴格的部分是有哪些 譬如說 有一個代金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不允許 這個代金部分拿掉了 不能說你付了錢 你就可以去做開發 就是說保持這個七地補償是嗎 對對對 用補償 你必須要私之補償 而不是用代金 另外一個說 我們把那一條 嚴重污染 就是說你的退場機制裡面 這個原來有一條就是說 你要是遭受嚴重污染 你就可以退場 我們把那嚴重污染的也拿掉了 我們很要防止人家說 我為了要讓你退場 所以我就故意把它污染掉 我相信我們事實上是很 很認真的在執行面上面來 來做這件事情 這就是你說的比較嚴格的部分 這兩個比較嚴格 還沒有哪地方 跟委員報告 就是在七地補償的部分 它是 我們在院版裡面 它是永遠就不得開花 就是如果要做到生態補償 用七地補償的方式的話 這一部分是 我們少許跟這個 林委員的版本是有一點 現在也問一下 既然你說比較嚴格 那關於土地使用的方式 現在我們提這邊 這邊在討論的版本是說 公有的土地 除了比較簡易的設施 剛剛李俊英委員也提到 其實大家很擔心的 比如說 你可能為了說 這是一個生態教育 結果纜車旁邊蓋了一個 蓋了一個旅館 然後為了這個生態研習 因為晚上要住宿 那麼這樣的開發 可能會變成是一個漏洞 那我想要了解 現在民間大家提了說 土地是要簡易設施以外 那麼禁止開發 但是我剛剛 我其實看到部長啊 在有的場合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說中國 現在有些地方利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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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私地啊 利用的廣告 房 那個房地產結合 這個開發水岸城市 水岸住宅 水岸豪宅 那這樣的 未來在你的版本裡面 不會 可不可以保證 不會有這樣 絕對不會 因為你的所有開發行為 都要受到 私地法的規範 那你的環境教育區 這個管理服務區 有沒有 有沒有特殊的 特定的 怎麼樣的界定 我想 會不會變成觀光旅館 會不會 剛剛還提到了 包括像文創園區 現在也要搞觀光旅館 也要搞 我想 私地法 是以保育 為 基本的出發 所以 這樣講好了 事實上 私地 比如說 四草私地 四草私地裡面 住了很多人 我們現在要定 這部法的 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 保育核心區 這個生態敏感區 是保育的 但是在外面的 這些地帶 他的經濟 現有的經濟行為 必須要受到保障 我想這個執法上面 是有困難 但是你說 會不會鼓勵他去做 不是 允許他去做豪宅 做旅館 做觀光飯店 我想這個法式 會禁止他的 好 那可不可以拿來做 這個 這個生計 或者是 生計研究園區 生計研究園區 可不可以 基本上是不允許的 不允許啊 對 那這個過去我們張委員 等一下可能會發言啊 這個 南港的兵工廠旁邊 我知道你講的 二零二 現在那個未來 未來 可不可以這樣做 假如 我們公告以後 未來當然是不允許的 那你支持哪一個 你的公告 你的態度怎麼樣 作為內政部長 作為一個水利專家 作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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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地保育的推動者 你的 你的看法 我的態度是 假如公告成 國家級 或是 國際級的重要私地 基本上 它是不允許 做大規模的開發 做高密度的使用 但是 我們也必須要面對的 一個現實是 台灣是一個地下人籌的國家 所以 假如真的 非 不得已 你必須要用的時候 你要補償 你的補償是 實質補償 就是說我在這邊 譬如說我破壞了 我犧牲了一公頃的棲地 我要在鄰近的地方 把這一公頃補回來 甚至要補兩公頃 所以是要有個補償機制 沒關係啦 這個後續 這個我不要略美 再留給張委員 這是 這是這部房子的精神 我想請教你啊 你剛剛說補償嘛 對 那你對新北市比較了解 是 台北市 台北市 有多少屍地 台北市我還比較不了解 台北市 啊 喔 台北市只有關渡自然公園那一塊 不會啊 剛剛二零二兵那一塊就是啊 那個沒有 還沒劃進去 並沒有在我們公告的82處 我剛剛聽你的語意 也認 也有一點 有一點傾向支持啊 我支持 但是他劃定 有他劃定的要件 你支持啊 你有說啊 我當然支持他變成一個屍地 但是 他要劃定成一個公告的屍地 有他的要件 他必須要走完那個程序啊 不能我個人支持 他就變成重要屍地 我想我還沒那麼厲害 但是他有他的要件的 好 我希望 因為部長 因為內政部的版本也還沒出來啦 那現在 基本上差異不大了 基本上是一個大體的討論 是 那我們希望大概幾個原則 第一個 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土地的利用 應該要非常的嚴格 沒錯 那麼再來 呃 不要用 不要用金錢補償 貸金的方式 來處理這土地的問題 好 然後這個 開發迴避 好 然後這個衝擊減輕 這些我想都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啦 是 那同時我也提醒 是 公民團體審議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希望 我希望這個 未來行政的版本 我們也能夠看到 讓更多的 包括今天 今天我們看到公民團體來 好 雖然沒有辦法發言 好 但是我希望 更多的這樣的一個參與 好不好 好 另外我想再請教你啊 嗯 我們雖然討論失地啊 但是在都市的土地 剛剛台北市 關渡啊 你對社子島 你知道這個地方吧 我非常清楚 你非常清楚吧 是 那麼社子島其實 原來也蠻接近失地的 你可以同意嗎 它是洪泛區 洪泛區 洪水平原 洪水管制 現在 現在社子島 呃 要怎麼樣的發展 能部長了解嗎 這當然是地方政府的事物啦 哈 但是我的了解是 社子島 它當初規劃的就是 這個 台北防洪的二級洪水管制區 但是我們現在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說 事實上 社子島裡面已經 歷代 幾百年來就住了很多人 那 現在台北市 想把它 這個洪水保護標準 提高到兩百年 那 當然 當然就牽扯到兩個難題 你要牽 你要把它提高到兩百年 你要解除它二級洪水管制 不過我必須跟委員報告 這是經濟部的 的執掌啊 只是我把我的專業的了解 跟您說 這經濟部啊 但是 但是未來 應該還要送 這個台北 那個台北市要送內政部都市審議吧 呃 它的未來的規劃 它要先送經濟部的 這個 這個 這是防洪計畫 已經通過了 不是吧 他要把 他要把二級洪水管制解除 解除以後 我們內政部就會對他的土地的 這個標的做一個重新的檢討 你站不站 他們是上位計畫 OK 沒關係 對 你站不贊成 這個一個觀念 我們今天討論失地 對 你站不贊成 未來都市的發展 也是朝向 雨水共存 這 雨水共融 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現在 方向來發展 我已經指示我們營建署 開始在談的就是 在都市計畫審議裡面 你必須要把水的要件考慮進去 我們已經在修改我們的都市計畫審議辦法 所以我完全同意您的說法 這個今天 這 因為是失地有點相關了 所以我希望 內政部啊 能夠找到這樣的一個方向 不管是把關 或者是能夠帶領這個新的 我們都市計畫 或者都市審議 都市設計的一個方向 已經在做了 這個 當然部長 這個銀行搶劫也要問你 是 福建省長 要不要驅逐出境 其實也問你 是 這個我希望 省長這個事情 希望你 因為過去曾經在境內 然後就驅逐出境 那你剛剛沒有回答 你這個收證 以及他是否有違反相關的 這個項目 我希望你 在這兩天 在他還在台灣的時候 做個決定可以嗎 不然就 不然問你白問啦 他的行程今天就回去了 他的行程只到今天 所以 都是今天關鍵決戰日啊 好 那你待會兒中午 趕快討論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討論他到底有沒有違反 關鍵 關鍵決戰日還有一個 我想再請教你 好 這士林 文林院 這跟我們都市更新也有關係啊 那麼今天 早上 當然台北市政府 採取了這樣的一些相關的動作 主席我還有時間嗎 好 這口要再說一下啦 是 這個事情你的態度怎麼樣 你會不會期待說 你作為內政部長 你會不會期待說這個事情 一方面 那個多數的住戶 參與都更的這些人 他能夠更快 更有效率的 那個拿這個未來能夠 那個搬進他們都市更新之後新的家園 而擁有土地的 這個兩戶王家 他們對於自己祖先留下來的 這個財產 憲法所保障的這個生命跟財產權 他們也能夠得到相當的保障 而台北市政府也不至於要去執行說 這個全國第一件 這可能是全國第一件 我想要了解主管這個業務的部長署長有什麼看法 我想當然你要都更他有現行法令的所有規範 那我相信我們有跟 事實上我們有跟台北市政府開過幾次協調會 而且在他們給我的資料裡面 新加坡 香港 韓國 日本 也都有這個強制執行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法律 那當然我們也非常理解說像這個王家嘛 王先生他們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第一個我們會來把這件事情跟台北市政府好好來檢討 到底這個整個過程是不是所有的法律程序都是嚴謹的 那假如有不嚴謹 他們部長 他可能下午就要拆了 聽說是 現在在吃便當而已了 應該是可能 我不曉得這個細節可能我們署長比較清楚 你們都一起回答 我想請教你啊 32條 都更條例32條 說土地所有權人對他權力價值有意義的時候 各級主管機關應該在受理意義的這個 可以序民理由啦 可以序民理由 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 有沒有像我們內政部或營建署提出 呃 王先生他有道營建署來在今年的二月份啦 呃來申請就是我們來協調 那我們也跟台北市政府有開了一個協調會啦 是有這件事情 那協調會有什麼結論沒有 協調會 那當然我們還是居於都市更新條例的主管機關的立場 希望地方政府能夠 好好跟這個 兩個啦齁一個是 呃實施者 還有一個是王家 好好協調啊 我們是希望 創造三營的條件有沒有可能啊 有沒有可能 呃 現在你也是專家 我們部長現在也是專家 跟委員報告齁 那個創造三營的條件 理論上是應該存在的啦 不過那個時機點齁 時機點 好像是太慢了一點 是 太慢那有什麼方法 你能不能跟大家講一下 呃 我是說我們如果在時間回到最前面啊 這個王家到底要不要在範圍裡面 這個是可以討論 我是說 在他那個都市更新 實施計畫 還沒有合成以前 現在如果說 你也同意說 可以創造三營 有那樣的一個機會 那這個 這個所有權人說 可以向各級主管提出 那對政部作為 作為希望創造三營 作為這個全國第一例 希望不要見到 這個整個社會 因為這樣都市更新 產生這樣的一個衝突 又能夠兼顧 這個保障 呃相關住戶 或者是所有人的 財產的權利 有沒有可能現在 在最後一刻 能夠出面來調解 現在 現在 出面來調解都不可能嗎 不是 因為他是地方政府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我剛才是說 呃 在都市更新 實施計畫的 核定以前 那個機會是存在的 但是民國98年這個案子 呃 台北市政府是核定了 齁 他是96年申請 98年在整個計畫 就核定了 那你說業主都沒有來像 我剛剛提的32條 都沒有像我們 各級主管機關應該包括 他是在今年 今年的二月 再 一點時間 今年的二月份 來 來這個 申請營建署來 來協調 所以之前都沒有 之前是沒有 其實案子討論那麼久了齁 那如果 如果 還有一點點可能性 齁 因為這裡面 這裡面其實看到這些法規 我們現在討論可能複雜 可能複雜 那 有的人也很期待趕快蓋 那有的人很期待 他的祖先留下來的 這個 這個房產呢 能夠繼續保留 齁 那我們都更當然 效率要快 齁 我們其實對都更的效率 非常的不滿意啦 齁 所以我也沒有要求你說 這個 這個代為拆除這樣的條 有點修改 但是這中間很多的 細節 我希望 我希望待會我質詢之後啦 我們部長 署長 討論一下 這個全國的第一例 我希望能夠展現 齁 展現我們內政部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主管機關 齁 你能夠 創造社會 一個好的價值 好的典範 好的方向 在最後的時刻 齁 能夠 看怎麼樣來 亡羊補牢也好 能不能要真的來創造 山營也好 好不好 不要 不要就是官僚 你都不以前來講 你的時機錯過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因為我看 我看有那麼多年輕的學子 昨天徹業 昨天徹業在那裡守護 有些 有些 基本的價值 有些基本的價值 不管是做民意代表 不管是做我們政府的官員 我們共同來守護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